这么一个花心大萝卜 你留他何用 喜欢他吗 因为我是第一次 就这么喜欢一个人 但是他不喜欢你了 你没听明白吗 喜欢吗 我喜欢他 喜欢他你分手 我曾经喜欢过 那你当初你还口口声声 说要跟我结婚 那你就是骗我 骗我的感情 我曾经 一厢热血 想跟你结婚的时候 你没同意 但后来真的我变了 是我承认 我想经过那次事情之后 我想面对生活 我可能很少考虑到 你的感受 但是我从来没想过 你的反应这么激烈 你知道吗 我接受不了 你处处管着我 就是我一点 自由选择的权利都没 这是我受不了的 我管着 难道不是因为在乎你吗 但是你这种在乎 我受不了你知道吗 你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你心里有没有觉得 其实自己这样做 也不应该 还是说你心里就觉得 我这样做 就是应该的 我觉得我做的没有问题 她就不应该 和其他小姐聊天 我是你的女朋友 你的眼里 为什么不能只有我呢 主持人 她是她家里的独生女 她是公主 她就是我一点 就是不宠着她 不顺着她 就是不行 我不是你的白白王子 你就像个中央空调一样 你和所有小姐姐 都能聊得很好 所以你就把她关了嘛 你别要她了嘛 按你的说法 她是中央空调嘛 那你还要她干嘛呢 这是核心的姑娘 但是她有时候 也对我特别好 中央空调不就对谁都好吗 你得这么想啊 什么时候发现 不再喜欢这个姑娘 我不是不再喜欢那种感觉吧 就是说我的承受能力 就是已经超过了我对她的喜欢 你不喜欢就不喜欢 不用拿那些事来遮盖自己 知道吗 就是喜欢真的是挺喜欢的 跟你讲 喜欢就在一起 既然喜欢她有什么 不能忍受她那些的 那我就不喜欢了 你到底喜欢还是不喜欢 或者说你压根就搞不清楚 什么是喜欢 什么是不喜欢 也许吧 女生我想知道 为什么在男生母亲去世的时候 你跟她提出分手 我知道她很难受 但我觉得她不在乎我了 她态度完全就是一个 180度的转变 那个时候她母亲去世啊 但是就是她那种 和他不厉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是因为你觉得再也找不到一个像他那样对你好的人了 可是我听下来我觉得他对你做的这一切是所有男朋友都会做的 可能有的男朋友会做得更好 所以我理解你应该是找不到一个像他这样能够任由你摆布的人了 无论是情感上还是工作上你想怎么样都可以 而且女生我也不认为在这个世界上就只有这样一个人对你好 你才初恋你根本不知道广大的世界你会遇到什么样的人遇到什么样的感情 只有你内心不自信 你需要紧紧地抓住一个人的时候你才会给自己这样的理由 所以年轻的时候我们多谈几次恋爱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才知道什么是真正对自己好的那个人 我觉得该放手的时候放手 不要因为你以为的理由留下他留不住的 好吗 谢谢